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带播剧凑足天气预报四兄弟 粉丝,雷震雨转阳了 王一博的线里剧官宣了 中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官宣了演员名单 粉丝们惊奇地发现 王一博居然有参演电影 并且在第二单元看见片中饰演一个叫做陆阳的年轻人 根据已知信息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西部开发时期 有志青年来到大山教育山区孩子们的故事 而根据官博发布的剧照来看 王一博有相当大的可能是一名音乐老师 因为照片中他的手中抱着吉他 说实话,当官博官宣王一博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粉丝都是猛的 没有人知道王一博居然还有这份行程 作为粉丝,只要没有私生的行为 关注自己爱豆的行程是很正常的 但确实没人知道王一博究竟什么时候演了这部剧 自从王一博2019年走进众多观众的视野中来 他的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 曾几何时 他的私人生活都会被人打扰 到现在拍了部电影都没人知道 这其中的变化 粉丝们也是为他感到高兴的 毕竟他已经能够做到行程保密 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了 虽然不知道王一博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但官博都官宣演员了 相信不多久就能播出了 可这剧中名字尾时是让粉丝们哭笑不得 陆阳这个名字一听就很积极向上 向着阳光而生 完全符合一名在山区奉献自己的教育工作者该有的名字 只不过若是加上王一博另外几部带播剧的名字 就会发现王一博可以被称为天气之子了 粉丝们将王一博三部带播剧中饰演人物凑在一起 组了个组合 长空之王的雷雨 为何防暴队中的阳阵 兵与火的陈雨 其中各取一个字 组成雷阵雨组合 本来是个调侃 毕竟确实是很巧合 都是天气预报中的天气 先是小雨 再转雷雨 然后转阵雨 谁能想到 最后确实陆阳了 这雷阵雨转阳的操作 也着实是让粉丝们可以玩耿一阵了 毕竟除了长空之王 还没有杀青之外 这冰雨火 多次传言要播 却又多次被爆出 还要继续送审 维和防暴队 因为疫情的缘故 肯定不可能现在上映 再加上那绝对神秘 连个名字都不知道的叶秘书 确实是没什么盼头 突然一下子 这天气预报的梗就出来了 确实是能让大家欢乐一阵 只不过 中国青年 我和我的青春 是一部线里片 肯定是会在大日子上映的 粉丝们倒是不担心他的播出 但王一博其他代播剧 是真的等的人很心焦了 如今王一博的资源 真的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出演的影片 无意不适充满了正能量 且与官方合作的红色资源 可以说 他的确是在转型之路上下足了功夫 粉丝们也并不会拖他后腿 只安心等着作品播出就好 就是曾经喊着自己是 陈与老婆的粉丝 现在好像已经改嫁了 变成了陆阳老婆 风雨之后能见彩虹 雷震雨之后 天气也一定会放羊 就是不知道 这其中哪一位能先来呢 陈与已经被粉丝取了个外号 叫陈大饼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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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